明代的参将权力很大 往往独领一路 佼佼者类似副总兵 守备就要弱得多 可能守备一路 可能守备一成 经常归于参将统侠 而吉安府特别有意思 有个职位叫吉安守备参将 这是原自明中期 参将 守备还没严格区分的遗留产物 说明吉安已经很久没打仗了 朝廷都懒得进行改动 一个过时官职还残留至今 吉安守备参将 属于留职五官 办公地点在参将署 这货甚至连家丁都没有 手下只有几个大头兵 战斗力可以参考衙役 主要收入来源于吃空想 去年冬天 赵汉夺取府城 把守备参将一刀给砍了 文官陆陆续续赴任 守备参将却没补上 参将署已被太监张盈霸占 张盈不敢再住城外 生怕又被反贼抓住 而且 超官最近也散伙了 因为农民暴动已出现在超官附近 王条鼎在参将署等候一阵 张盈终于现身 见过张镇守 王条鼎没给啥好脸色 他非常讨厌太监 张盈笑道 咱家知道 你们这些当文官的 都看不惯没卵子的 放心 很快就不用看了 王条鼎有些惊讶 张镇守何出此言 张盈叹息道 咱家已经接到皇命 择日就要返回京城 各地太监 兜得撤回 你们带大头金的赢了 王条鼎听得一声 随即大喜 想要直呼陛下圣明 崇祭皇帝 无论干啥事 都一阵一阵的 文官武将不给力 他就大肆任用太监 甚至让太监掌握军队和工部 户部 而经三年过去 太监搞得乌烟瘴气 官院名分已经积攒到顶点 于是乎 崇祭皇帝又一刀切 召回外放到全国的太监 前线军队的太监监军 工部 户部的太监监部 还有各省的太监监税 不分青红皂白一股恼人撤销 当然 撤回太监也是战时的 等发现文官武将不给力 明年就会重新将太监派出来 并且变本加厉 把太监监军的权力提升到大明开国以来的最高峰 简直神经病 治大国如蓬小仙 崇祭治国全是猛火 发现炒糊了立即关掉 等锅冷了又使用猛火 张银愤恨道 赵贼打断我一条腿 江阳两个月才恢复 如今下雨天还隐隐生疼 我既然要被调回京城 走之前怎也得出口恶气 张镇守要剿匪 王调顶问道 我哪有能力剿匪 行荆轲之事而已 张银露出阴狠笑容 从去年底 我就在物色刺客 李寻福已剿灭鄱阳水匪 我托关系捞出来一个 来人 有随从捧出一个盒子 小心放在桌子上 张银指着木盒说 里头是三百两银子 等刺客得手 你便将银子给他 王调顶疑惑道 为何把银子交给我 张银解释道 整个府城 只有你王之县在串联剿匪 咱家相信你不会摊掉银子 刺客为鄱阳狐巨寇 只要他杀死赵贼 就能将功折罪 而且还有赏金可拿 你把银子 还有刺客 全都带回去吧 我明日便坐船回京了 赵汉留着太监有用呢 可惜猜不透崇祯的心思 竟然把太监给一股人召回 最郁闷的 当属千山睡间王恒 这位太监重镇旗鼓 已将腰到张普威赶进山里 正待最后一级 却突然得到调令 让他立即回京复命 王恒一走 张普威肯定又要杀回来 千山士绅无比希望太监能留下 当然从全国来看 士绅商骨非常高兴 该死的太监终于滚蛋了 王调顶带着银子回县衙 傍晚时分 刺客终于来见 你叫什么名字 王调顶问道 刺客回答 古剑山 一听就知道是假名 王调顶懒得再问 只说 赵贼求贤若渴 你可谎称投奔于他 在刺激下手行刺 得手之后 不但有银子可拿 我还能保举你做本县武职 定不负所托 古剑山抱拳道 一日 古剑山坐船前往永阳镇 背上鞋插着一把双手战剑 他原名古山 四川人 君户子弟 不但读过书 而且考取秀才 游历全川便访名山 一次在青城山学到半年 回家发现人没了 因为眷入闹响兵变 傅兄皆下狱论死 女眷全部打入教房司 古山岁改名为古剑山 在川东坐了几年游侠 为躲避官府抓捕 一路流浪到鄱阳湖 非常愉快地当水匪 前阵子 李茂芳 王思任扫荡鄱阳湖 古剑山遭手下出卖而被俘 本来是要砍头的 太监又花钱捞他出去 让他去刺杀奴林巨寇赵岩 一旦刺杀成功 就能洗白做良民 结束多年的匪寇生涯 靠岸下船 古剑山来到客栈打听 请问赵先生在哪里 在下慕名前来投奔 大掌柜正要回答 徐颖突然过来问道 阁下何方人士 古剑山说道 在下古剑山 原为鄱阳湖水匪 前些日子兵败逃亡 久闻庐林赵先生大名 因此特来投其麾下 你先在客栈住下 明日再去总兵府 今天赵先生没空 徐颖说道 古剑山问道 赵先生不在吗 徐颖笑道 今天赵先生澄清 怎有时间见你 古剑山其能住进客栈 左思右想坐不住 便背着长剑出门踩盘子 徐颖已经不在客栈了 他要去吃赵汉的喜酒 走着走着 古剑山发现许多百姓 都带着东西朝总兵府涌去 古剑山来到一个汉子身边 老表 你们这许多人都去吃赵先生的喜酒 那汉子说道 赵先生要结婚 咱们都是去送礼的 你打算送什么 古剑山问道 那汉子笑道 我是陶匠 送赵先生一口陶钢 先生可以泡咸菜吃 古剑山瞟了一眼 汉子背着的竹框里 应该就是那口陶钢 他不禁心头冷笑 觉得这赵贼真是可恶 借着曲青来盘剥百姓 连陶钢这种小玩意儿都不放过 只不过 古剑山渐渐发现异样 因为沿途所见百姓 一格格都很高兴 并无被盘剥的愁苦 很快来到总兵府外 这里重兵把守四门 无数百姓被堵在外面不得进入 废纯拿着纸直大喇叭 耐心解释说 各位乡亲父老 赵先生说了 不要大家送什么礼 都好好回家干活种地 赵先生也没想着惊动百姓 不晓得是谁传出的消息 特别是身有公务的 按照纪律 不准给长官送礼 乡亲们都回去吧 一个农妇提着竹篮 走上前说 这位老爷 赵先生结婚是大喜事 我家也没别的 就几个鸡蛋 留着给夫人坐月子吃 拿回去 都拿回去 废纯已经说得口干舌燥 你们这样送礼 我若自作主张收了 是要犯错误的 前来送礼的农民越聚越多 有些偏远地方的百姓 甚至是昨天收到消息 半夜就带着礼物赶来 快到中午时 总兵府周围 已经聚集数千人 而且还在继续增加 就连远储田梗都站着人 古剑山看得有些晕 他又寻了个农民 问道 老乡 不给赵先生送礼 是不是要遭记恨啊 可不是 那农民笑道 赵先生取亲都不随礼 这要是传出去了 还不被人戳几两骨 你看这摇篮 我刚给孙子做的 听说赵先生要成亲 正好拿出来随礼 夫人要是生个大胖小子 睡我牢里做的摇篮长大 我里家的祖坟都要冒清烟 古剑山总算彻底明白 这些送礼的农民 并不是被逼迫的 而是发自真心汇聚于此 突然 有一个农民喊道 赵先生不收 咱们不能不给 我的就放在这里 此言提醒了其他农民 纷纷将礼物放在门前空地 而且 他们还很有秩序 放好了就退到 老远并不阻碍其他人上前 转眼间 各种乱七八糟的礼物 已在门口堆积成山 有村民纳的布鞋 有鸡鸭等禽类 有刚捕捞的鲜鱼 有装在竹篮里的鸡蛋 有板凳椅子等家具 有心脉争出的点心 还有许多日常用品 都不值钱 却又代表天底下最宝贵的东西 古剑山就站在哪里看着 他是来行刺赵汉的 此刻却觉得自己不是东西 这样的人哪能杀 若他真葛动手 死后怕是要下十八层地狱 赵先生长命百岁 菩萨保佑赵先生 没病莫哉 夫人早生贵子 许多农民放下礼物 远远对着总兵府跪拜 嘴里喊着五花八门的祝福语 古剑山已忘了自己的任务 他摸遍浑身上下 也找不到什么合适礼物 突然 他解下自己的兵器 一把金刚打造的双手战剑 捧过去跟村民的礼物放在一起 古剑山退到远处 整理衣经 对着大门端正做衣 叙周秀才古山 恭贺赵先生新婚 一压 墨地 总兵府大门被推开 赵汉带着新婚妻子 携手走到大门之外 菩萨保佑 赵先生多子多福 赵先生长命百岁 瞬间跪倒一大片 许多刚站起来的农民 见到赵汉又重新跪下